有一個人說到在工作地方有人刻意攻擊 這是很難處理 為什麼呢 如果他無意攻擊 應該說是人都攻擊 心想他很有問題 刻意攻擊也是很有問題的 這樣就會造成一個長期的傷害 而受長期的傷害 唯一的方法是當他攻擊的時候 不要捍衛一個攻擊 但這個想法是很難的 我們盡量用各樣的思想去幫助 怎樣不把一個攻擊當作不是攻擊 唯一的辦法就是我們分辨到這個人是有問題的 當我們看各方面知道他有問題 他現在就好像很風光 即是那個人可能很風光 但是在神眼中他真是很微小的 還有神很不喜歡 神是在給他時間 但是神給他多長時間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也不要說神給他少一點時間 我們也不要這樣想 但是只是說他在神眼中神是很不喜歡他 當我們看到人是刻意傷害人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分辨 即是這個人是真的有問題的 他是刻意傷害人的 那他刻意傷害 我一受到他的傷害我就會實死 因為任何人的負面感覺持續都受不了 是沒有人能夠受到的 如果持續受傷害是很難受到的 那我們是怎樣呢 將這種化為 就是他這個說話就是一個攻擊性的 但是我將他化為他真的好像魔鬼說話 但是我們不要告訴那個人你是魔鬼 即是如果他是刻意攻擊的時候 我只是在心裡我們就說他講的說話 就是代替魔鬼說 就是魔鬼控制這個人 但是我們就祝福他 但是他的心就分辨到這個就是人的不好的 出於魔鬼的聖情 那他在那裡說的時候 我就分辨到他這個說話 魔鬼在說話 譬如假設 你可以眼睛看到屬靈界的東西 你看到耶穌在那裡 你看到魔鬼在那裡 耶穌說我愛你 魔鬼就說他哪有愛你 他在那裡說 當你看到眼睛看到 你便說 他這個不是真的 你快點收口 你快點收口 但譬如假設他又不收口 他在那裡說 你可以當他無盜 譬如你一邊跟人聊天 但有個小孩在那裡 他一直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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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一些傷害的說話 某程度 我聽到的情況 我覺得那個人不是24小時 他不是從上班到下班 也不停地傷害 他是有事 他一開始做 我們馬上分辨到 這就是負面的說話 傷害的說話 是出於魔鬼 不放在心上 而一直在宣告神愛的愛 你一邊聽他說話 一邊看著他 但他的眼睛好像是空白了 為什麼空白了呢 看著他 但是 你看著他的人 但不要當他到 即是一邊 即是一邊 即是將人盡量 全 turn off 我現在講到這一種 是一種最高度的攻擊 因為剛才那個人說的情況 是最高度的攻擊 你認真看他 你看他的表情也好 他每一樣的動作 都會令到我們發火 令到他看到他這麼不好 所以他的表情 他的聲音 他講的內容 全部當他無道 你好像看著 耶穌又看到魔鬼 看著他 不用理他的 他的說話 是沒有權兵 當你去到一個位 因為我知道他那些說話 沒有權兵 我不用認真 的時候 就 turn off 但是 稍為認真 都會一邊激氣 他又說了 他又說了 這不是真的 他又針對我了 當我們繼續想 就很辛苦 其實長期辛苦 是頂不上的 我的困難是 有時趕著做事 趕著快點寫 但現在我學了 就是放鬆一點 不要太緊張 有一句 我發覺 長期有壓力 不是長期 我是洗碗的時候 就是做一些 我認為比較無聊的事 就是簡單的事 我就想快點寫完 快點去寫 我現在就在這裡 想著享受神 但我發覺 如果我容許 那個感覺 停留在這裏 我就會受傷害 就是 每個人都受不了 我都受不了 如果有一種負面的感覺 持續我受不了 那我真的很體會 如果你中間有些人 是強迫性 一直猛想不好的事 是真的很難受 那你的方法 是如何轉動 以及如何有神的聲音 不斷有神的聲音 不斷去 不斷去 一直想著神 跟我講說話 神在幫我 神在祝福我 來取代了他的聲音 而我們 有些人 他很 就是 攻擊性很強的 邪惡的 他一直說 我們要宣告 他這句說話 心在宣告 是沒有價值 沒有能力 沒有權兵的 讓我們 完全不給他影響 他說完 馬上就轉身 耶穌在愛我 耶穌在愛我 我知道 思想上做到 和感情做到 是不同的 我曾經在醫院 當時做遠目 有一個人 奉旨我叫他的名字 稱呼他奉旨 都是這樣的 早晨 很快就不會看著 那時候我真的覺得不舒服 我就寧願生 我就說 耶穌愛我 感激耶穌 耶穌愛我 阿里奈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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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你的內心是甚麼困難的事 例如你說 做來做都做不到 我想做的事 唉 跟別人祈禱又不行 唉 我自己又釋放不到 總之任何負面的想法 停留在這裏 都是有傷害性的 我希望大家留意到 就處理了 親近神 耶穌宣告 耶穌愛我 耶穌祝福我 耶穌幫我 他的說話是沒有能力的 剛剛一個問題 就是覺得耶穌愛我 好像不夠充實 或者好像不夠豐富 不是那麼全心相信 這件事是需要我們日日去建立的 有空去想想神的事 我們每一樣經歷神的事 和聖經有講到任何經文 關於神的作為 我們都思想 例如平安 你們大部分祈禱都有平安 那你就在想 想像 我們看不到神 你就想像 神在我前面 他充滿平安的 他一來到 他的平安便 便進來 那些人便會平靜 雖然有些人較強烈 有些人沒有那麼強烈 但總之你經歷過平安 那你就在那裡 將聖經的說話 應用在一個 應用在現實的靈界的情況 什麼意思呢 現實靈界的情況 就是現在我祈禱 神的平安來到我身上 這是現實的 是真實的 但是靈界不是物質的 神在現在平安在那裡 那我就說 神現在站在那裡 他在愛我 他的平安來到我身上 那你就越去想 就是越去發揮 這件事 怎樣發揮呢 每一樣都發揮 就是會想到 人有時一煩的時候 真的很辛苦 我想我們每個人都試過煩 就是我試過煩到 是完全沒辦法吃到飯了 我平時胃口絕對 不是一個問題的 但是 那次有件事發生的時候 我直接看起來很煩 我沒辦法吃得到 就是我試過這種經歷 就是 我覺得是很 很困難 但是你可以想 就是看這種困難 神來到你身上 一樣可以把這種重担拿走 那你就將神的工作 具體化 就是 時時想到 神的平安來到我身上 那就是神 神的能力 好像你那樣 經歷到神的能力 今天又再經歷到 有更多釋放 哇 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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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便想到神在你前面 充滿能力 就一直釋放你 那你越想 哇 神真是厲害了 神真是愛我了 即將它越具體化 靈界的東西 想得具體化 那時候有一個聖名充滿的人 叫做Kathryn Kuhlman Kathryn Kuhlman 是很出名的 她是很大醫治的 她十幾歲的時候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再小 已經有醫治的情況 她就已經有醫治的恩賜 我參加她一次的聚會 那時候應該是她臨死之前 沒有多久 但她那時候沒有死的跡象 但是計年數是大約那個時間 那時候我剛有機會去到她的聚會 那時候我見過聖靈的工作 她一出來一按手 她又不是全部人按手 有些人站在走廊那裡 兩邊 她一走一摸 她便躺下 她是很大的醫治的能力 很大的恩賜 其中一句說話 她在講到的時候說什麼 她說 請你們不要傷害我的聖靈 她說我 不要傷害我的聖靈 是很親切的 即是我的聖靈 很愛我的聖靈 你不要傷害她 那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聖靈和我的關係很好 即是我的好朋友 你不要傷害她 你不聽的話就傷害她 還有她說 她找一個物件在這個廣台 她說神比這個廣台更加真實 這個廣台好像很真實 但是這個廣台的真實只是物質界 但是神的真實是永恆的 是靈界的 靈界我們眼睛都看不到 但是呢 神的真實性是今天都在 所以你經歷到這個能力 你就深信神的同在 神的能力 給這張桌子 給這些物質更加重要 所以我就一路感謝神 即是你有空呢 你就有空去思考 神的設計 例如那些花 那些花的漂亮 任何人畫畫也好 拍照也好 你一比較相片和畫畫 是絕對不及那個真花的 那些真花有種很特別的感覺 人沒有辦法能夠把它複製出來 就算最漂亮的照片 攝錄機的電影 拍出來的花都是不及真花的 那你就想像神在做花 神一摸一摸 那些花就好像 那些花有質感 就是很多不同的神所創造 神的工作都是很好的 那你的心就 神啊你真是好 我真是喜歡你 將神呢 儘量變成具體化 事實上神很具體 不過他是靈界 所以我們看不到 神做的食物 你又說神你真是很厲害 因為你吃什麼食物 你都會發覺它有種不同的質感 和不同的味道 是很不同的 有不同的香味 其實有時候我們享受的東西 不要只吃 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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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芒果 芒果有種香味 菠蘿 就算有些沒有被聞 例如蘋果有香味 飯有香味 很多種子都有香味 當你時時會這樣看的時候 你就會說神真是很好 你會覺得神真是真 當你有煩惱的時候 我怎麼想呢 神現在站在伏視我 即是他站在我身邊,在服侍我 他現在按手我身上,他現在在醫治我,安慰我 即是想到神就在看著我,臉又笑了,又開心了 即是這樣去將他具體化 這個是有根據的,因為聖經是講他這樣做的 他在前後環繞我們 我們將靈界的真實變為物質界的真實 而事實上,他比物質更加真實,因為他是永恆的 這樣的時候,神的真實的祝福 有時我會這樣想,神正在幫我,神正在安慰我 神正在加喜樂給我,神正在祝福我 即是會將它具體化 而那些負面的東西,我們就將它完全虛無化 他的說話在空氣中震盪,是完全沒有價值的 在神眼中,是垃圾,是廢話,是沒有用的 例如邪靈的聲音,他在說,你直接當他沒有道 一方面,你可以奉耶穌命叫停止 但另一方面,你可以不理他的直情 耶穌就是這麼充滿,耶穌是這麼恩典的 他說的說話是不用理他的 兩種方法處理,一個是奉耶穌為婚會的停止 另一個方法是不用理他的直情 就是宣告正面的,神在愛著我 這些都是改變我們的思維 在聖經上講到一句說話 將人的心意都奪回,使他都信服基督 完全將我們的心意,將所有難阻人,認識神的那些 至高的事,全部都除去 然後讓耶穌完全改變我們,將我們的心意奪回 使他都信服基督,完全歸向神 至高一天 但 errors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